請問陳議員,你們的黨,有兩位議員,星期日都會上去見中央的官員 我想問你們黨的立場是甚麼,他們上去會做些甚麼? 我認為黨的立場都不少一次很清楚,先看出黨主 我們在過往這麼多次的街站或者以路里面的辦公室,大家都很清楚 八三一的關架,不論是梁家傑、湯家驊、郭榮香、郭家騎、郭國版的政策和陳家朗 都會一起投謀否決的議員,用這個否決的方法繼續說真話 否決一個偽的普選方案,假的普選方案,為香港的民主運動留一條新路 那這個制案是甚麼? 剛才你其實聽到,有些朋友都會說 其實真的有一個中間妥協的空間,有些退讓的 白票所謂的門擠不擠,或者有沒有一個底線 其實民主黨,公民黨或者其他政黨,泛民主派還有一條底線 大家還未說會不會是這樣? 我想大家真的不天真,公民黨也都不會天真,不會天真 為甚麼呢?因為如果有些甚麼討論,一早發生了 現在做些甚麼呢?大家都明白,中央想做一場政治公關商 OK?所以大家都清楚,沒有甚麼原因 出於責任,有一部分都會去應約付會 但是應約付會呢,絕對不會發生的呢?就是所謂的 所謂的民族行官啊,或者是交易啊,甚麼鬼惡失 這些是不會發生的事的 因為呢,所有這些事情呢,可以上足的 你不定進去,或者出行呢,但覺得陽光還是繼續生日 所以是絕對不存在的 這些可能是,大家不要有甚麼點的 大家都不要中中央的隔離 以為有人走進去呢,就等於他們退協了 這樣呢,就真是自己找自己的 OK,我最後一條問題,都這麼堅定了,還想去做甚麼呢? 我相信呢,一部份的議員是出於那一場責任心的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對不對? 那我就會來香港呢,繼續推動呢,提起反對待著先的宣傳 一部份議員呢,出了一個責任,覺得要去表達香港市民去表達清楚 包括你和我在內呢,這種反對待著先的聲音呢 沒有難拒絕他們的喔,他們要去講喔,對不對? 都說你不要進去講啦,你進去講的話呢,就給他講啦 講完出來之後,反正都是沒有結果的了 但是都給他講啦,對不對? 那這個都是體驗了呢,我們香港的一個民主的精神 都是保護我們人的心價值而已 OK,謝謝 謝謝,謝謝